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似乎没有尽头 尤其最可能发生近距离接触的吃到饱自助餐堪称是重灾区 像是人气很高的自助餐名店享食天堂 疫情还没有发生前几乎是一味难求 受到这一波疫情影响生意惨淡到不行 看看诺大的餐厅在热门的晚餐时段 竟然时刻只有三三两两 员工人数都快比客人更多 业者透露从3月开始业绩断崖式崩盘 而且一个月比一个月惨 来客树大约只有过去的三成左右 为了抢救业绩只能从自身做起 旗下有详识天堂 详详绪等自助餐品牌的响兵餐饮 为了让客人安心决定开业界之先锋 自砍业绩求生存 每个餐期都只限150人用餐 超过人数就不接 即使预定也会打电话通知顾客取消 为了让大家安心工作人员全程戴口罩量体温 清淀顾客也得量体温喷酒精消毒 餐厅用餐也得保持1.5公尺社交距离 而且为了让大家安心 光是取餐台上的夹子 过去每一个餐期才换一次 现在增加到2-3次 更规定取餐时不能交谈 现场服务人员目前预进行每30分钟清洁消毒 除了控管顾客以外 对员工的要求更是严谨 厂内厨师每半个小时要洗手一次 厂外人员更是每个餐期统一手部喷酒精消毒 我觉得业者这些动作会对你来说会比大家有信心 有这样很有信心 跟时间有接触 另外客人不上门 业者干脆动脑筋把菜送到你家 上市天堂近期就推出10道大份量料理外带 特价2499元的优惠 那有炸虾享乐骨还有灰鱼炒饭 那我们其实最热销的是这道那个红酒炖牛肉 还有我们的烤鸭 包含我们的猪脚也是 别以为外带菜色就会打折扣 德国猪脚红酒会牛肉让你吃双双多少也补贴一点业绩 重视疫情看不到镜头也不能坐以待毙 无论声音大小业者都卯足全力 为了撑过这关不只是为了自己 更要让所有员工与家庭都能活下去 实判疫情稳定之后消费者都能多多支持捧场咯 身边也没 Rad 素工党 市长 流域 出去 去 音乐